我在日本的上野公园能想起当年甲午海战啊 这个镇远舰的大铁毛啊 能想起鲁迅和当年这个疲弱不堪的这个清朝啊 派到日本的留学生 感觉挺悠国悠民的啊 一路悠国悠民回到中国 哎 头一天看视频发现了我的一个知音 而且是个红颜知己 这位小女生竟然在视频当中喊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 当然下句不太好听 少年娘则中国娘 而且呢 这个小妹妹啊 她是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小到了这小学的女生 这么一个小妹妹 自拍视频 这个几天在微博流出来 头一开始就说 张帅不要以为你请我吃个肯德基 你就是我男朋友 你这么娘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原来是骂他的小男朋友 说他这个太娘了 说那么大那个男人啊 还要人天天让人陪着上厕所 还偷你妈妈的化妆品啊 你没听说过吗 少年强则中国强 少年娘则中国娘 哎 我要跟我爸说 跟你们校长讲 就不让你这个娘炮毕业 其实从书生到现在 我偶像只有三个 张帅你算一个 我爸算一个 还有全能都是你 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从现在起 我只能说爱过 男人不满 女人不爱你 都有你 这个小妹妹 当然可能这个视频啊 很多人看了啊 第一感觉像是有人给他排 有人给他拍的 哎 也可能有炒作有别的 那咱不知道 但是问题在于呢 这个又把一个娘的这个话题提出来 来聊 甚至很多大人就说 你瞧瞧 人家有个小女学生啊 小学女生 人都知道少年娘则中国娘啊 我们难道不应该这么担心吗 现在很多男孩子啊 就是那么扫手动资 或者那么中性化 我想起啊 这个王萌老师啊 他在强强三十星节目里讲过一个事 他说很多人有一种逻辑 他觉得是一个假的假逻辑 假推论 什么呢 他就说当年啊 有人曾经写过一个小短评啊 就是提倡早餐呢 吃这个喝牛奶 吃面包啊 把牛奶面包就是早餐 那就改变营养这个结构嘛 哎呦 他说这个事成大事了 很多人就批判这篇文章 说如果全中国人民早餐啊 都这个喝牛奶都吃面包啊 那全国的牛都用来挤奶也不够 或者说中国人过去的这个早餐 难道就这样被淘汰了吗 等等等等 其实这是一个假设的命题 王老师说说呀 说你就是啊 这喊着口号 游着行 号召全国人民早餐都是吃牛奶面包 恐怕全国人民也不会跟着你走啊 怎么可能真的出现所有的人都这样呢 所以有些担心呢 是没必要的担心 比方说 现在就说有些这个男孩子还比较这个似乎显得中性化一点 那么个美 那么个范儿啊 那是不是说将来真的所有的男生全这样了呢 我觉得还真不至于啊 要那样的话 我就是最后一代了 最后一代爷们了 是吧 还不至于 而且其实是可以欣赏的 我身边有的男性朋友 他们就是恐怕人们俗称的就是有点娘 但实际我跟他们关系很好 而且我经常喜欢偷窥他们 我觉得好好玩 比如说我们出去玩 有时候呢 你就看他一个人到一边玩自拍 他一个人自拍 我一看呢 在这个水边啊 什么叫顾影自怜呢 他怎么自拍啊 但是这个姿势 可惜我站不起来 没法跟你那像风柏扬柳一样 都是扭成S 两个腿像女人照相一样 打个交叉的 都是 就这样的 他这样的 侧下脸 弄个脸 哎呦 但我也没有什么不喜欢 我觉得这挺好玩 非常看着可乐 非常有意思 而且事实上 你这样的 我的这位朋友 他确实在穿衣打扮这方面呢 时装的感觉 哎 就是很敏感 哎 特别在乎自己的这个形象 那 我觉得他只要干对了工作 也挺有出息的 所以 这个事 不由得让我想起来 大家现在就爱聊什么娘炮 不娘炮 甚至忧心忡忡啊 未来男人将会怎样啊 我觉得还是先担心 未来女人将会怎样吧 这个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哎 阳光之下 没有什么新鲜事 你还别担心未来 一更别说现在 就说这种 男人爱美呀 嗨 古代就无量无数 比较突突的 我就跟你讲这个 我刚才跟你讲这个顾影自怜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哎 这就是最有名的 男人 这爱美 而且呢 确实那个时候 你说今天看颜值啊 今天是看脸的时代啊 你跟那个时候都没法比 那个时候要出一个美男子 姓魏的一个魏 魏公子啊 哎呦 那个美啊 美的都有一种病弱之形 有人还专门去看他 听说他好看 专门去看他 看他就是说啊 哎呦 他这么样的美 而且是有点病弱 虽然他这个擅自调养啊 整天可能喝点人参呢 露龙什么的 但是呢 仍然感觉啊 这个好像丝绸的衣服 都能把它给压伤了 就甚至都承受不起丝绸的 这个绸缎的这个衣服 若不就是不能胜衣 哎呦 而且这魏公子一出门 哎呦 那家伙 所有的这个全城的人都出来看 哎呦 众人站的就像一堵墙一样 最后因为他比较文弱呀 生生给看死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中国古代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说美男子啊 全城人围观 生生给他看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美男子叫攀岳的 这攀岳啊 你说当时的这个女性 你也可以看出来 攀岳一走出来 一上街 好家伙 那就是群体事件呢 这个父女们出来啊 手拉手啊 绕着这个攀岳啊 哎呀 你看这德行 哎呦 绕着他就不 不能不能散去啊 就这么火 还有一个成语叫智果 什么迎车呀 就是个 父女看到他都往他坐的车上 扔那个果子 很快就满了 说后来 还有一个人叫佐斯啊 这个人呢 就是 他丑的程度 跟攀岳美的程度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你中国人就是过去讲东施孝平 就说西施啊 老是捧这个心 哎呦 皱这个眉头 觉得东施是村里的这个丑女啊 觉得他怎么这么美啊 哎呦 他也皱这个眉头捧着心啊 结果一下成了笑话 东施孝平嘛 你看 讲男人美 也一样有类似的故事 就是说这个丑编 这个 佐斯啊 其实人家内秀啊 佐斯的大学问啊 这是 佐斯 但是呢 也是看脸 就说 哎 这个 攀岳出去啊 能挣这么多果子吃 哎 这么好运气啊 我呀出去试试 所以他也打扮一番 跟攀岳一样 哗出行 结果这次 一口兔沫给吐脸上 两口兔沫吐脸上 给这个妇女们给生生给脆回去 脆的这个尾顿不堪 还有一说是说 不是扔果子了 啪一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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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给埋态成 这模样 这都是啊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记载的 就当时 很多这个名士 而且确实就男人美 你看有个叫何燕的 这家伙就说脸白 你看那个时候评价 就说说这个动不动 就说这个人啊 像育人 所以敷如凝指 你看这脸白 当时的这个魏明帝啊 这个还不相信 就是说啊 他最爱擦粉了 说这个何燕呢 平常出门就带着化妆盒 哎 带着化妆包 没事补补粉 就说这个顾影自怜 有时候到一个水边 看着自己的影子 看好半天 哎 轻轻叹口气 就这个吊点 说他那么白 肯定是涂了粉 好 招这个何燕来 然后就在店上 说哎 何燕吃点热的吧 吃点这个这个热汤 什么面饼啊 什么的 就是热汤面 呃 或者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羊肉泡膜 叫吃 哈 一吃目的是什么 一吃满脸大汗啊 这个时候 何燕擦汗 你脸上要是擦了粉 你这一擦不就露圆形了吗 何燕那天穿的是红色的衫子 你看那个时候这男的 穿的是红色的衫子 然后呢 他就撩起珠衫呢 他就擦脸 结果呢 色转较然 越擦越白 越擦越白 虽然满脸大汗 但是越擦越白 脚如明月 哎呦 这下相信 这脸 是真的了 所以你看是不是 这个从古到今到未来 一直就有这一路 哎 一白 这十丑啊 一胖 毁所有啊 哼 这都要过来 我看不见了 这一路 那个这一路 是什么 这一路 我看不见了 这一路 这一路 是什么 这一路 这一路 是什么